我们的代表 台北欧皇 为大门 六年合胜 这样也不不 出农三度 北上抗争的景象 如今有可能再现街头 面对总统蔡英文 一纸行政命令 大开国门 放行瘦肉金美猪 农委会确实先斩后奏 开放后再行沟通 领导暂时也不能怕死 产地标示 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农民如果受到冲击的话 要保证价格 来跟我们收购猪资 谈出标示产地最后底线 同时农民要求政府 将百亿纾困基金 说清楚讲明白 28号总统蔡英文公布后 29号农委会财药南下沟通 传出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前往屏东 副主委负责台南 中华续场会董事长去嘉义 畜牧处长去彰化 兵分多路按捺猪农 国产猪然后进口猪肉 然后进口猪肉 他有没有餐 那个萊河多巴胺 像加拿大猪肉 他没有餐 那他就是没有餐 那美国猪肉有餐 这个萊河多巴胺的猪肉 他就表示有餐 那就民众自己选择 就怕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进口美猪 云木混猪 混进台湾猪里头 陈吉仲端出七大说帖 从争取国际盟友 扩大国际餐与 严守国际标准 到针对猪肉 保证国人吃到进口萊猪 几率为乎其为 台猪也绝对不用莱克多巴胺 要求强制标示进口产地 以及百亿养猪产业基金 戏图给猪龙摸头 但猪龙持续串联酿中 一旦配套失效 不排除将走上街头 借碰着张雨萱谈不咯